一位小哥在散步时 无意间在下水道里发现了一群小奶猫 几只小家伙蜷缩在角落里 好奇地打亮着眼前的陌生人 原来刚刚小哥在马路上听到了小猫的叫声 他沿着声音的方向寻去 结果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没想到今天刚出门就捡到了宝贝 于是小哥马上联系了几个好友前来支援 看见有陌生人靠近 几只小奶猫全都瞪大了眼睛 心想着自己藏到这里都能被你们这群老六长的 由于是第一次见到人类 几只小家伙害怕地缩到了墙角 不过看他们干净的模样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群流浪的小猫 几只呆萌的小可爱顿时就让小姐姐的猫瘾了 他迫不及待地凑到小猫面前 伸手抚摸着他们的小脑袋 这模样简直要萌化了 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几只奶胸的小猫 今天说什么也要给他们绑回去 随后小姐姐拎起一只小奶猫 被抓住命运驳梗的小家伙瞬间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接下来是第二只 这一招果真是小猫咪的克星 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了哪里 可以看到小家伙们的颜值都很高 而且还长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 很快三只小猫就被顺利拎到了外面 另外的两只索性也放弃了抵抗 于是小姐姐一次性将他们都捞了出来 小猫们似乎也感受到了人类的好意 他们并没有过多反抗 反而表现得异常乖巧 没想到流浪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小家伙高超的颜值 看小猫一身白净的模样 小姐姐猜想他们肯定是由母亲照顾 但仔细观察后四周却没有看见猫妈妈的身影 于是大家将他们放回原位 希望通过小猫的叫声来吸引猫妈妈 在经过几小时的漫长短待后 四周始终没有发现猫妈妈的身影 为了不让他们变成小流浪 小哥一行人只好先将小猫打包带走 回到家里后小哥为他们购置了许多玩具 想不到几只小猫刚到陌生环境就肆无忌惮地玩了起来 看来这是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呀 看见几只活泼可爱的小奶猫 小哥的祖母顿时乐的合不容嘴 此时的老奶奶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 心想的这下总算自己有个大碗 至此几只小猫也结束了流浪的生活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幸福的喵声 生活中我们小小的善举 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次崭新的生命 最后希望每个流浪的小动物都能被善待 我是小奶狗 我们下期再见 实力究竟有多巧 一只来自中国的东北母老虎 在两个月内不仅骤遍了韩国动物园的老虎和狮子 并且还成功继承一代新的虎王 韩国为了培育纯种的西虎血脉 特意从中国引进了一只名为达莱的雌姓东北虎 由于初来乍到 身在异国的达莱经常遭受本地虎群的排挤 执掌虎猿的泡菜帮为了给达莱立下规矩 三天两头就怂恿手下小弟去找麻烦 于是双方很快便发生了激烈的击 虽说吃泡菜干不过吃肉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在经过数次惨烈的战斗后 寡不敌众的达莱也打得伤痕累累 来到一国可以呼风唤雨 没想到却被本地虎群联合起来欺负 然而即便面对虎猿内泡菜帮的多次霸力 顽强的达莱也从未俯软过 眼看虎王无法顺利收编这个外来转笑声 为了双方安全的考虑 最后动物园只好暂时将达莱隔离进行单独饲养 在东北和母老虎的双重霸腹叠加下 一生要强的达莱并未选择善罢甘休 而是转身默默开启了他的复仇之路 在单独隔离期间 达莱每天都在进行刻苦的训练 一遍又一遍地锻炼着自己的耐力和敏捷度 他甚至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尽快让自己强大起来 看见这一行为的饲养员也很惊讶 于是每天开始为达莱家餐补充一面 在闭关修炼一个月后 充满力量的达莱王者归来 当一出关就直接在虎王的地盘上留下了自己的气务 表达蔑视的同时也是在对虎王进行宣战 看着身形魁梧的达莱 这手下小弟子被教训一下达莱 哪成想小弟刚冲到对方面前 就被达莱的一声怒吼震慑主 虎王的小弟瞬间被吓成了惊剑层 大气都不敢喘不下 生怕下一秒被呼上几巴掌 这招苦笑山林让虎王的小弟们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但达莱明白如果靠自己单打不动 最终还是无法取得胜利 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一场证明实力的硬仗 等到虎王身边的小弟不在旁边时 达莱悄无声息地来到虎王跟前 二话不说就将虎王压在了身下 一场虎王争霸就此拉开了帷幕 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尽管对方是雄性虎王 可作为拥有东北虎纯正血脉的达莱 在力量和体型上完全不逊色于对方 压抑多日的委屈和愤怒在战斗中彻底爆发了出来 伴随一招黑虎掏心 虎王直接被拍下了王座 看似短暂的交锋却朝朝致命 负伤的虎王无力在战只好选择认输 经此一战 落败的虎王让达莱在虎群内变定了完整的位置 园内的泡菜帮也彻底沉浮在了达莱的脚下 再也没有任何一只老虎赶上前挑衅 最终达莱凭借强大的实力赢得了虎群的尊重 本以为是一场招军出赛 没想到最后却演变成了武则天登基 看见此番情形的管理员也是彻底汪汪 心想着难道吃泡菜和吃肉的差别这么大吗 一雪前耻的达莱在众虎的仰慕下 小女孩不断擦拭眼角的泪水 嘴里不停念道着对不起 受伤的猫咪获救了 可女孩却哭得很伤心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欺骗自己最好的朋友 八岁女孩与猫之间上演了一段童话般的感人故事 女孩名叫贝娜 三年前她跟随父母来到乡下居住 性格内向的她没有交到任何朋友 贝娜感到很孤独 就在这时一只猫走进了她的世界 她每天陪女孩玩耍到她开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也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 女孩给她取名小五 小五的出现不但治愈了女孩孤独的内心 同时也陪伴她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然而就在半月前 小五却突然消失了 贝娜围着附近找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在一间废弃的小屋中 她终于发现了受伤的小五 原来猫咪的前脚被捕鼠家夹住了 她痛哭流涕地抱着她寻求帮助 虽然最后小五被成功解救了 可这一刻她的内心却发生了变化 自从小五逃走后 她就一直躲在房子的屋檐下 也就是从那时起 他们之间有了隔阂 她开始封闭自己的内心 对人类有了高度的警惕性 但贝娜始终相信他们之间的友谊 因为猫咪是她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朋友 每天放学后 她都会过来陪伴小五 就如同三年前她陪伴女孩一样 由于无法靠近猫咪 贝娜只能将消炎药搅拌在食物中 然后将食物带给自己的好朋友 在贝娜日复一月的坚持下 小五最终对她打开了心扉 当听见贝娜的声音后 她马上从屋檐下爬了出来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猫咪的一条腿 已经无法正常行走 她大口吃着碗里的猫粮 看见这一幕的贝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因为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当路上有经过的陌生人时 小五还是会很害怕地躲回屋檐下 或许她还是无法摆脱心里的阴影 之后贝娜每天放学回来都会来探望她 但只有四周安静下来 是小五才敢小心翼翼地走出来 可当贝娜想伸手抚摸她时 小五却警惕地躲开了 几天后在热心邻居的帮助下 贝娜第一次爬上屋顶 听见贝娜的声音后 小五慢慢走了出来 她倒在地上撒起了胶 这一刻她对女孩终于敞开了心扉 有一只光再次照亮了他们彼此的内心 而贝娜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夜晚气温骤降 贝娜特意找了一条粉色的毛毯 随后将毛毯送给了屋檐下的朋友 一条小小的毛毯 此时却散发着炙热的温暖 从此以后贝娜每天放学后都来探望小五 只要听见女孩的声音 猫咪马上就会跑出来迎接自己的好朋友 然后陪着女孩一起嬉戏玩耍 或许在猫咪的世界里 只有女孩对自己最好 为了帮猫咪治疗腿部的伤 救援队打算通过诱补的方式来进行救援 在贝娜几声的呼唤后 小五慢慢走出了屋檐下 接着一点点朝着女孩的方向走去 在贝娜不断地指引下 小五顺利地走进了笼内 随着笼门的关闭 猫咪也被成功救援 而她似乎受到了惊吓 不断用身体撞击着玻璃 看到这一幕的贝娜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她一边哭泣一边说着对不起 女孩觉得自己欺骗了最好的朋友 辜负了她的信任 在贝娜的安抚下 小五也变得安静下来 虽然猫咪顺利获救了 可女孩却流下了自责的泪水 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 小猫被送往了宠物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 医生表示猫咪需要进行节肢手术 得知这一消息的贝娜有些失落 她来到朋友面前不断安慰着她 并告诉对方自己会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两年后小女孩长高了许多 她依旧每天放学后 第一时间来找自己的老朋友 而猫咪也会默契地等着女孩 还是同样的屋檐下 一切似乎没有变化 一切仿佛又变得不一样了 看得出贝娜和猫咪的感情更深厚了 他们都把彼此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第二天当女孩再次来看望猫咪时 屋檐下却意外多出了几只小猫 贝娜开心地告诉我们 小五已经成家了 黑色的猫咪是她的丈夫 而另外两只是他们的孩子 一只是黑色的和公猫很像 而另一只长得和小五一模一样 现在小五过得很幸福 有爱人相伴 一家四口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而他们也对女孩格外亲密 因为一直是贝娜在照顾小五一家 如果哪天女孩没有来 小五就会在屋檐上望着远方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夜晚时小五带着一家人 来到了贝娜的家里 几只猫咪乖乖地守在女孩的窗外 直到天亮 他们还在房顶不肯离去 清晨一大早贝娜打开窗户 就看见猫咪蹲守在窗外 她高兴地开始为他们准备早餐 贝娜说小五会经常 带着她的家人来看自己 每当情绪低落的时候 她总会想方设法都自己开心 从最初的相识到此刻的彼此挂念 猫咪的陪伴贯穿了女孩的整个童年 她也从那个性格内向的小女孩 蜕变成了开朗乐观的贝娜 现在她的脸上有笑心里有光 贝娜和猫的事迹 在当地很快传为一段佳话 救援队送给了女孩一份特殊的礼物 大家准备在女孩家的楼顶 对她打造一个猫咪游乐场 她笑着说道 小五肯定很喜欢这些玩具 下午十分几只猫咪出现在了楼顶 第一次接触这些玩具的小五很是好奇 从此以后猫咪一家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属乐园 记者问女孩为什么不把小五留在家中 女孩说我当然希望把她永远留在身边 可我更希望她能拥有自由和选择的权利 小五是我最好的朋友 五年后当节目组再次找到贝娜时 她已经从那个天真的女孩 变成了亭亭玉丽的少女 记者随即询问了小五的情况 原来几年前由于上学原因 她不得不从乡下搬到千里之外的城市 女孩从母亲口中得知 自从贝娜离开后 小五每天都在楼顶守着 直到一年后她便再也没有出现了 她最后一次与小五的相见是四年前的夏天 女孩说她在村子里找了无数遍 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的身影 她猜测小五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贝娜也会经常喂养一些流浪猫 女孩告诉我们 她不会忘记他们之间的友谊 因为十年前学校里的同学都疏远嘲笑自己 只有一只流浪猫愿意和她成为朋友 她会永远感恩和铭记这片引擎 动物会无条件爱人 而这样的人并不多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宠物存在的意义只是陪伴 但我想对于贝娜而言 一只猫不但治愈了她肯定内心的孤单和自卑 也对于她的整个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贝娜的善良也为猫咪带去了生活中的温暖 跨越种族的友谊让他们彼此温暖相互致力 相信内心充满爱的人 最后同样也会得到爱的 我是小奶 我们下期再见